很多少年伯有想要回到主期的高兴话典 但是今天找不到头路 要充满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荒沛顶公司为了帮助青年朋友 找到目标 找到主管 这礼拜五就要在荒沛科医大学基盘青年论坛 当时有邀请一些成功案例 来含青年朋友分享 云林青年论坛 好实在的三清论坛原始型 刚才在我们11月找6日 也就是这礼拜五要来隆重登场 我们期待透过鼓励青年朋友 返乡创业 这一个过程跟成果以及实践 来跟我们青年朋友 做一个高峰论坛 同时也来介绍成功的案例 不仅在后卫和其中区民 所谓丹芳营和宋美红这位男后 两年前死掉头路 回到主界高兴 他们说他现在的生活品质很好 我觉得跟过去在都市的生活转变 真的截然不同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过得很开心 觉得越来越适应这种 乡下的这种环境 然后我希望说我回来 就是把这个老屋整修的这个计划 以及这个规划的过程 我希望说分享给当地的人民知道 其实有时候闲置的这种老屋 其实可以拿来利用 不要把他废弃着 也许年轻人他们都会回来这个乡下来一起 打拼这个事业 林国药卫町丁林文斌要出版的第三本策略 他要运用于会期社区营造经验 要来给大家分享如何和政治做结合 11月9号 11月9号 礼拜日在我们后卫多纳支咖啡风培房 林文斌的新书发表会 作为邀请大家来庞定 这一本台湾的第三条路 社区营造政治学 在11月9号 即将来再版发行 新年轻人会说到農业 也说到创业 在创业专中要包括了文化创业 不仅新年轻人要够在接受报名 想要参加并将 可以向公司的下轴中心疏问 记者的民间聪明报道